热闹的城市上空 也在波音747突然诡异地停留在半空中 随后又出现了第二架第三架 它们仿佛在刻意避让的什么 紧接着 几次艘巨大的飞船突然出现了各大城市上空 人类尊队密码聚集在飞船周围 但外星飞船似乎并没有恶意 只是静静地悬浮在那里 可当人们还在疑惑时更加诡异的事发生了 人们突然发现那些曾经去世的亲人 竟然出现在自己的身边 然而他们却代表外星人一口同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外星人声称是地球的监护人 要帮助人类解决一切苦难和不公 从而让地球的文明完成升级 外星人又插索人类的家世 地球霸主美国当然第一个不同意 真要么聚集在一起 不停议论着外星人到底有什么阴谋 随之第二天 世界各国的战乱都突然停止 虽然不知道外星人是如何办到 但人们显然都十分感激这位突然出现的大家长 并尊称他为超主 但是一天晚上超主突然袭击了一家农场主的住所 仅仅是一段光照 男主大壮的房子就被分解成了无数凝间 随过外星人打开飞船舱门 示意他进入飞船 为了家人的安全 大壮只好答应外星人的请求 接着就在一瞬间 大壮的茅房又再次变回了原样 当他进入飞船后 狭小的空间内竟然变出了几百坪的总统道房 大壮瞬间感动到流泪 因为这是他与过世妻子的蜜月酒店 然而超主并没有现身 而是通过房间的镜子传达了对话 因为大壮勇敢善良了体制 超主邀请他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与人类各国进行沟通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超主送给了大壮一个奇怪的瓶子 如果他接受邀请 就在回到地球后打开瓶子 如果不接受 瓶子也可以随他任意处置 接着超主将大壮送回了农场 然而就在下一秒 福布勒就紧跟着出现 他们强制要求大壮交出小瓶 这立马激起了大壮的反感 就在他上架的最后一刻 大壮直接打开了瓶子 紧接着奇迹发生了 这是万众瞩目的全球直播 因为这个男人 代表的是 领先人类文明几万年的外星人 就在刚刚 大壮打开瓶盖的一瞬间 全世界生患疾病的人类 都瞬间治愈 而白血病 癌症的康复率 更是达到了60% 外星人超主的出现 歇时停止了人类的战争 接着又治愈了人类的疾病 这让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信任超主 而大众也正式成为超主的代言人 在全人类的关注下 大众毫无保留地 描述了超主的意图 接着在超主的帮助下 人类的激光问题也得以解决 由于没有了战争 美国将航空母舰改成了跨国外卖 而沙特的石油管道 则被用作传送淡水 将源源不淡的食物和水资源 运送到贫困饥饿的非洲地区 短短6个月后 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反对的声音也愈演愈烈 他们称自己为自由团 一直怀疑外星人隐藏的巨大的阴谋 并始终坚持将他们赶出地球 为了达到目的 自由团突然绑架了代言人大壮 让他在全世界面前直播背叛超主 从而进行人类的反抗情绪 大壮当然不会同意 随着团长直接下令击毙大壮 然而就在子弹射出的那一刻 大壮周围的时间突然停止了 只有大壮一人可以活动 没错就是超主救下了他 原来超主一直监控的自由团的一举一动 他们并不打算用武力解决 而是正想用这样的机会 让全世界看到自由团的丑恶嘴脸 与此同时 一对黑人母子遭到了混混的抢劫 面对嚣张的劫匪 男孩小帅勇敢地进行反抗 但却直接被劫匪枪杀 然而就在这时 天空头下一道光束 直接当场处死了劫匪 接着光束又照向了小帅 结果小帅竟然瞬间原地复活 不仅伤口消失不见 就连多年残前的双腿也彻底治愈 超主的正义 不仅瓦解的反抗组织自由团 更让人类对超主充满了信任和感激 终于这一天 超主认为时机成熟 于是决定真人出境来与全人类对话 所有人都满怀期待地等待超主的降临 然而到超主走出飞船的一瞬间 所有人的表情都瞬间凝固了 拯救全人类的外星人 竟然就是恶魔的化身 然而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 地球被改造成的乌托邦一样的天堂 没有了战争 没有了犯罪 甚至所有人都不需要工作 就可以过上健康长寿的生活 然而不出意外 意外就要发生了 人类的新生儿童 不仅大佬得到了充分开发 甚至有些孩子还拥有了超能力 然而这其中最特别的要素小美 她只要双手一波 就可以将人权自动分开 她还能召唤所有同龄的孩子 让他们同时举起左手 仰望天空 不久后 超主进行了一次全球直播 她告诉全人类 你们已经享受了几十年的幸福生活 但这一切即将结束 原来她辅佐一个更高的文明 超智 改造人类只是她的奋命形式 在向人类说完了这件事后 所有的孩子都集体地飞向天空 登上了超主门的飞船 只留下他们的父母在无助的纳盘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一夜之间 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失去了生育能力 所有的孕妇都毫无征兆地流产 这意味着 现存的人类将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类 人类文明将在他们死亡后彻底消失 另一边曾经被复活的小帅 一直致力研究超主的目的 为了到达超主的母亲去弄清楚一切 她在女友的帮助下 通过真空休眠技术 将自己和其他动物样子送到了外星飞船上 经过一百天的光速飞行 他们到达了超主的母亲 这里暗无天日 星球表面到处布满岩浆 宛如地狱中的灾难景象 超主没有为难小帅 反而将她讲出了一切的真相 原来地球只是他们的主任超智 改造了上万颗星球中的一颗 星球上的生命一旦升级完成 就会被送到超智的面前 小帅请求和超智见面 于是超主带着她 进入了一个未知的空间 在这里她见到了主宰一切的超智 原来超智并不是一个实体 而是整个宇宙的意识集合体 被超主带离地球的孩子也并没有死去 而是融入集合体成为了超智的一部分 得知这一切后 小帅终于恍人大悟 他请求超主将她送回地球 但是因为超光速的飞行 当她回到地球后 世界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 人类几乎已经彻底灭绝 此时小帅已经成了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 而另一边 地球的能量也正在被不断吸取 而小美竟然就是那个传输的纽带 紧接着地面开始分裂 小帅知道地球即将毁灭 他请求超主将自己的记忆保存下来 这样宇宙就不会忘记人类文明的存在 超主答应了他的请求 将他一生的记忆保留下来 随着最后一生爆炸 地球最终在超主的注视下 化为了宇宙中的一片尘埃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斯坦 我们下期再见